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讲 从去年开始 我们的行政机关 还有渔业署 农委会渔业署 为了要因应 欧盟发给台湾的 渔业黄牌 他制定了所谓的远洋 渔业法 然后企图用这个法 来告诉国际说 我们都有制定相关法律 我们会改进 用此 来给国际一个交代 现在台湾的渔业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的是说 现在仍然有非常多 不管是境内或是境外聘用的 外籍渔工 他们在海上 依然 遭受的非常严苛的劳动条件 甚至他们的人身安全 其实是没有受到法令所保障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渔业署制定了这个法令 要给国际一个交代 但是事实上 他法令的内容到底执行了没 执行的成效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完全看不到说 渔业署的执行成效 他们到底执行了什么 但是他们今天 我们现在在场的团体都有收到 渔业署的公文 叫我们来渔业署开会 说要修订 就是跟渔工 就是远洋渔业法第26条 下面跟境外渔工雇用 相关的劳动条件的规定 他们还没有开始执行这些相关的规定 他们竟然就要开始修改这些规定 我再重申一下 我们今天提出来的三点诉求 第一点诉求是 渔业署你制定这个渔业渔业条例 还有相关的办法 尤其是跟外籍渔工劳动条件 相关的境外雇用的 外籍人员的时刻及管理办法 你到目前为止的执行成效是什么 你到底执行了这些什么 你必须要给我们一个清楚的说明跟报告 第二个诉求是 退出境外屁股 一抵失要劳机法 我们要讲 渔业署你根本就没有能力 来管理这些外籍渔工 你也没有能力 保障这些外籍渔工的劳动条件 而且真的是渔业署自己亲口讲的 甚至渔业署自己讲说 他们根本就没有人来执行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求 应该全面回归劳机法 再除境外屁股 以示的劳机法 这是第二个诉求 第三个诉求是 我们要求政府要明文的 定定保障外籍渔工的 劳动条件的保障 最低劳动条件的保障 在去年的一次公听会上 其实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怎么样看出来呢 在当时的公听会呢 这个渔业署的署长 他回答我们的提问的时候 他最后 说我们这些远洋的渔业渔工 是不是可以纳入劳机房 或者是纳入劳动部来管辖 他的回答是 我们要回去跟产业讨论 所以产业是摆在他们的 心目中的第一位 劳动的权利是没有办法 可以比你的 比方说 在渔船上面的这个生活管理 他们也有另外一套 渔业署有一套 劳动部有一套 那聘务呢 劳动部有一套 渔业署有一套 中介的管理呢 劳动部有一套 渔业署又有一套 所以我们就 我们强力的要要求 不管是渔业署 辖下的这些渔工 还是劳动部的渔工 都要适用 一起适用同一个办法 台湾委员神调协会 他们今年二月 跟渔业署反映的 是个办法 他们要求十二项 要求十二项 渔业署几乎照单全收 他是他们一到八项 全部都同意 一到八项 是什么东西 全部都是跟台湾 被欧盟祭出黄牌 有关的这些规定 全部都是针对 台湾的远洋预传 在海外作业的时候 这些监督的规定 或者是配额 这是在委员神调协会 自己的网站上 公布出来的 然后 后面有三项 看起来好像不同意的东西 都是关于劳动条件 一个是要求降低最低薪资 再来呢 一天休息 不要有十小时 再来呢 一天不要有四天休假 只有这几点 只有这几点 与业署不同意 可是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 不同意的理由 只是说考量外界压力 无法通过 可是呢 还是说 可以用弹书的方式 把这东西再稍微修改 很清楚 与月鼠 根本不管渔工死活 他是来自宜兰的境内渔工 然后他现在待在庇护中心 因为他的仲介科扣 他的薪水 以及他的时速 在船上的时速条件 不是很好 他说那个境外渔工 他们是在海上待更长的时间 然后他的劳动条件 是更加差劲的 渔业署是我国政府机关的分工理念 负责渔业资源管理的 他们不负责劳动条件 负责劳动条件的是哪个部会 是劳动部 可是我们今天 来抗议的这个会议呢 这个远洋渔业条例 26条 基于这一条 所要修的这个境外渔工管理办法 他的主管机关是渔业署 就如同刚刚TWA的书情所说的 渔业署根本没有能力管 甚至我们在相关会议问渔业署 他们有没有能力管 他们也承认 他们没有能力管 所以今天是非常荒谬的 一个没有能力管 渔业劳劳动条件保障的一个部会 竟然要提一个修法来管理这些渔业 这是非常荒谬的 重新回到我们今天的很重要一个诉求 叫做一笔试用牢记法 台湾的远洋渔业 在渔业署还有蔡政府的整个不断向大财团 靠拢的政策底下 整个渔业结构不断的朝向财团 还有两极化 大家可以想象 这些远洋渔船就像是一个大工厂一样 从捞捕到生产到包装 全部都在船上一条楼生产 而且90%全部都外交到国外 在国内想买还买不到 一条大型的远洋威婉渔船 每年的获利是上亿起跳 而在上亿的获利全部都进了 几乎全部都进了资本家的口袋 我们要说的是像这样持续的 像所谓的大财团大资本 而且最大利润的方向的一个前进的方向 不仅让很多的小船小云没有办法生存 同时更让台湾的渔业资源加速的枯竭 而就在这样的一个整个 我们看见的这整个状况底下 我们更要看见的一件事情是 在这个结构底下被压迫的 传不过气来的实质上 甚至牺牲生命的就是这些 撑起整个远洋娱乐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也就是这些境外的渔公 事实上我们也已经有做一些 就是问卷调查 那基本上问卷调查的也是 当然是很多 那是怎么办法的渔公 你们刚刚说我们甚至连船上都没有上去 我们如何办问卷的渔公 我们的问卷现在是在 示范结果 你们得了建议 我们会建议 你说你们有没有 我们有的证事 同意出来 同意出来 不许休息 先进入出来 我们要从华谷没有 OK 没有 那是我们的发布 我现在跟你讲 这个 就是你们自己 我现在跟你讲 那个部署的你不能说 那他再去 然后就说你们不知道 他再想要请问 他再来做记录 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记录 对对记录 好我们要讲 我们今天对于乐主的回答 我们感到非常的失望 原因是什么 刚刚那个后书当面 很尽力的要解释了 但是老师说 我听不出他要解释了些什么 其中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 这个办法已经上入了大半年 但是事实上 他们一切都还在规划阶段 点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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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满